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副角公式的证明 副角公式有好多个 那我们就拿其中一个 来作为一个例子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的是 这是一个长方形 中间有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 假设这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角度叫做α 那么这个角度叫做β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这个是90度减α 这是90度减β 所以这个角度是α加β 那么这个长度是m 这个长度是n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中间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是多少呢 我们来先写一下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三角形的面积叫做 二分之一 两边夹一角的正弦 所以是m乘上n 算出他的面积了 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算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么我们来做一点挪移 首先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向左上角挪 挪过去了之后 然后第二步 把这个三角形向右边拉过来 再把这个三角形 再把这个三角形往底下拉 拉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 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 就是刚刚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么我们把它的参数 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个这一段是多少 这一段就是 这个斜边在这边的投影 所以这边是m乘上cos的 beta 那么这个呢 这一段呢 是m乘上sine的beta 好我们再看那边 那边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在这边的投影是n乘上cos的alpha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我们就写在这边好了 n乘上cos的alpha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是n乘上sine的alpha 那么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n乘上sine的alpha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的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跟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两个相乘 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来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是这两个相乘 这一块是这两个相乘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 全部的内容写出来了 这个的话呢 因为它们全部都有m乘上n 所以我们一律把它不写了 我们就这么说了 长方形的面积是mn sine的alpha加beta 我再写在这边 sine的 瓜糊 alpha加beta 那么我们利用了这个方法的话呢 证明出了我们复角公式的其中之一 就是sine的alpha加beta 是等于sinealphacosinebeta 加上cosine的alpha sinebeta